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人面部没有那么有轮廓感 那你是喜欢哪一种就是那一种效果的笔子 就是自然会翘的那种笔子吧 OK 那么等一下呢 月月就要去跟医生面诊家提见了 那么我们就一起期待她的今天大改变吧 去到那个前面表演的地方 朝下来把时供的方法演员的! 特定是在广大的声音中 你这第一次非常少的抽屉了吗 第一次穿过吗 然後每次出學都要哭嗎 就是每次都是出三回去 沒有辦法欠你 我們悅悅呢現在正在卸指甲 她等一下要做手術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指甲它要連接就是測心跳的那個儀器 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小仙女們就是以後做手術的時候提前把指甲卸乾淨哦 現在呢悅悅已經進去了 馬上就可以看到人氣超浪的郭主任啦走 我們現在呢就要送月月進去做手術了 加油 月月馬上就要進去做手術了 我們希望她出來之後是一個今天大改變變得美美的 加油 月月現在呢剛做完手術了 也不方便都跟我們講話 我們先讓她休息一下 等她時號拆線的時候呢我們再來看望她 今天呢是月月上學後的第二天 今天呢我來陪月月一起來 一旦他要取的給我做手術三十秒 月月現在呢因為他還是有一點痛苦 暫時不痛我們都不太容易交流了 那我們現在給我上手術 馬上去試試試試試試看 比賽走吧 那現在月圓呢已經進到這個 是一個換藥吃它去取的那個麥莎 然後我們等它刷進去我們再問一下它 就是我們的主配的感受 我們這個月圓已經插完線了 它的名字怎麼樣 在那裡插完線你的名字效果還滿滿的 嗯 反正我覺得擦的時候很激動 擦出來現在雖然看不到最多效果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因為形態和高度的 我覺得做完的鼻子就是這塊真的好笑 反正我現在自己也沒有完全好好照鏡子看一下 一口回去再看一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胡桃格斯的璇璇 今天呢是月月數後的第四十天 然後我們先來問一下它說 整體的感覺是什麼樣子的 嗯 自己感覺還是我比較喜歡的 然後跟我出現的那一種希望是一樣的 其實從側面看它的鼻子就是很精緻很俗氣 然後整體還蠻符合它出現對自己的那種要求 然後我也覺得特別特別好看 那麼想問一下就是說 你對你現在做完之後的這個整體感變還滿厲害的 滿意啊 滿意啊 我覺得自己很喜歡 很多人看我就都不知道我名字做了 但是其實現在還有很多人他比較喜歡那種網紅版的鼻子 就是會又尖又翹那種 有側面看的感覺 像你把你的鼻子可以把你的戳穿 是的 我也不喜歡那種駕馭療 所以我覺得我這種悍然一點呢 我覺得自己還是覺得自己能夠駕馭的那種 那麼整體來說的話 因為這次手術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成功了 那麼我們本期的內容呢 到這裡也要和大家說 拜拜了 拜拜